在昨天美股虽然下跌 不过台股的一个部分 在国安基金宣布进场之后 在今天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弹升 指数又重新收回14000点的大关 今天主要的一个弹升 当然就是以电子这波跌的最深的族群领涨 台积联电的一个股价是大涨超过4%以上 国安基金今天发挥了一个稳定均心的作用 除了说电子股之外 金融股的富邦金以及国泰金的涨幅 也达到3-4%不等 表现相当的强势 而在电子以及金融全子股带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指数目前的一个涨跌也低近400点 在亚洲股市来看的话 可以说是一支独秀 目前亚股的一个走势 呈现涨跌附近的一个局面 目前亚股大概就是涨跌幅 大概都在0.3%以内 市场正在等待美国进一步公布 这个上个月6月份的一个CPI指数 那因为物价指数呢 攸关月底FED的一个利率决策 所以市场观望的一个气氛比较高 不过台股的部分因为有国安基金互盘的一个利多 所以表现的是相对的突出 在各类股的一个部分除了说金融以及电子股 领军之外 另外航运股的一个走势也不为强劲 因为油价是呈现大跌的一个情况 所以今天像是在这个货贵三雄 散装轮的一个股价上涨的幅度大概3到4%不等 那其中最强的莫过于航空股 目前这个长荣行的一个股价是大涨的超过 这个7%以上接近8% 华航的一个股价也呈现大涨的一个情况 涨幅也达到6%以上 那主要反映的除了说油价的一个下跌力多之外 另外在这个疫情逐渐减缓的一个情况之下 市场也期待 就是说边境这个管制的一个政策 会进一步的一个松绑 因此在这个航空股的一个部分 将会是双重的一个受惠 而现在的时间又开始进入旅游的一个旺季 所以航空双雄的一个股价成为今天 在这个大型股里面表现最为突出 涨幅目前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族群 那另外光光股股的一个部分 像是凤凰以及桑富表现也不差 涨幅大概是在5到6%左右 那整体来看台股的一个部分 今天主要还是反映国内政策护盘的一个利多 从国际股市来看的话 目前都还是比较担心 在这个通膨的一个压力之下 FED这个连续升息的压力 恐怕会造成消费端的一个缩手 所以短线台股的一个上涨 我们还是以这个跌审反弹来试之 中线的一个部分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目前来看的话 大家还是要留意 这个下半年景气的一个变化 以及明年这个消费需求 是不是有回升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在星期四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 这个对于景气 未来景气的一个发展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要特别观察 就是说美国股市对于今天晚上CPI公布之后 到底是利空出境呢 还是利空出不境 以及星期四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的一个说明 这个产业的一个政策 是不是受到景气影响而有大幅回落的一个状况 倘若台积电的第三季的一个彩色又往上调高的话 那么对于多头来说 又可以吃下另外一颗的一个定心丸 就比较有利台股持续反弹 以上分析 感谢观看